你说那个女的是个酒坊女老板 真的吗 不是说是个网红吗 小王总脾气那么怪 两个都有可能 那也太丢人了吧 是吗 真的 这要上什么 听说小王总在美国的媒人助理 都跟他有关系 不是 真的 真的假的 你们又很闲吗 谢谢 谢谢 上班时间嚼什么舌头 还不去工作 董事长 你来干什么 我来参加公司的年度决策会议 不需要 这些内部会议 应该不会影响到什么形象问题吧 我说不需要 你等着看决论报告就可以了 你出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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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是房秘书 请问董事长现在有时间吗 能不能给我二十分钟 我找到有点事情 房秘书 什么事 是我的父亲 是我的父亲那到公司里来了 那你父亲为什么要打他呢 既然他决定保护你 你又何必来告诉我呢 我不想影响王总的名誉 也不愿意因为我 让你误会了王总 我 我为你建设啊 是 董事长 你喜欢他吗 还是 还是他想追你 你却有其他喜欢的人 你们是什么情况 我 该不会 房秘书 你也喜欢他吧 对不起 对不起 董事长 专业尽责 你一向工作第一的房秘书 你怎么会为秦所困啊 你这么聪明的个女人 怎么会喜欢他那种臭脾气的男人 王总不是那样的 他虽然性格倔强 甚至是敏感挑剔 霸道强势 但他不是只会要求别人 自己做不到的那种人 他对自己特别的严苛 无论是感情还是工作 他都会把自己和对方想清楚了再做决定 就算是做错了 他也勇于承认 而且最重要的是 王总他特别的细心和体贴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执着的人 我承认 我是喜欢他 我一向不愿意干涉别人的感情 可是事情发生了 我就必须拿出态度 必须去处理 董事长 请您放心 王总 他现在并不知道我真实的想法 我也想清楚了 我会把感情放在心里 所以请你取笑对王总的处罚吧 你能接受吗 如果我不让你继续待在他身边 你能接受吗 董事长做的任何决定 我都可以接受 好 曹秘书 找董事长有事 没有 去给秘书去安排一些工作 你找我 今天晚上啊 傅晓龙的餐厅 有这个新菜单的评选比赛 请我们去做评委 您不是不投资了吗 还去参加这样不好吧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 不如他的理由感染了我 满埋不成仁义在吗 我相信王总不只是支持我 更是欣赏美好的食物对吗 就算我的餐厅就要结束了 我也要风口光光地办一场比赛 留下一个漂亮的结尾 一个漂亮的结尾 餐厅都快结束了 没想到他还挺潇洒的 来 晚上一起去啊 我 晚上有事 没有 好 那晚上我们一起去 我先回去了 时光疼像沙漏 漏掉了曾经 带不走的回忆 绑在我 左右 一颗心 忍着痛 该怎么跳动 我试着靠近你 才学会感受 莫名悸痛 水俞 因为你试着靠近你 才学会 了护 Ka 龊 字幕战ween 王宗 就算要结束 也希望我能跟您 留下一个漂亮的结尾